那校城這邊也有這一個夫妻 因為不同的信仰 那發生了這個衝突 對 因為他們在結婚前 其實就已經發生過宗教大戰 什麼叫宗教大戰 就是一個是基督徒 另外一個是我們一般的 所謂的算是佛教 也算是道教的這樣子的 那雙方都想把他對方有沒有 拉到他那邊的神那邊去 結果後來都沒成功 那沒成功的時候 後來之後就這對 就我這個朋友 他們夫妻在結婚前 他們就妥協 就說好 你拜你的神 你信你的神 這樣也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問題就出現在哪邊 就結婚那一天 結婚那一天的時候 那個就是南方要到 女方家去迎娶的時候 就沒想到他那個岳父 就突然間就跟他講 我們家女兒這個要出格 他會拜祖先你也要拜 而且要拿相拜 那我當時我那個朋友就想說 在結婚在那個最尷尬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破壞養家和諧 他就硬著頭皮 因為他其實他是不拿相 因為基督教有新舊約教會 那是有些教義他不太一樣這樣 那他那時候是其實是很反感的 他沒辦法 還是為了未來的婚姻 他還是就拿了相就這樣拜 拜了之後不拜 沒事一拜以後 真的就後患無窮 結果後來之後他們結婚之後的話 就是有一次的時候就是帶著太太過年 大年初二的時候就是帶著太太要回娘家 回娘家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不只是他岳父母在 他其他的一些長輩都在 就女方的 好開始就要擊敗儲先 這時候我朋友就開始就尷尬 他就想說那我不要拜 我就鞠躬就好了 這本來基督徒本來就這樣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最崇高的一個敬禮這樣 不行 那三孤六婆就講說 你是看我們家不去 你結婚的時候都有拿相拜 你這個時候突然間就反悔 就不拜是怎麼樣 馬上這個藉口就來了 對 開始就這樣子 三孤六婆開始在那邊這樣子 就碎碎念 碎碎念的時候 那個男生 不要講女生受不了 男生特別受不了那種碎碎念 當下就爆發了 什麼叫尊重一下宗教這樣 後來就開始就有人就講說 你這個晚輩 怎麼可以跟長輩這樣講話 開始就是就指責 就馬上就士氣 後來那次鬧得有點不太愉快 但他還是撐了 大概差不多四個多小時 後來就受不了 就跟他那個太太講 我先回去 我覺得好像在這裡 這個你們家族 這些不受歡迎 然後這一次 第二年的時候 又發生類似狀況的時候 後來之後 我這個朋友就決定一件事情 每一年的話 有兩件事情 他絕對不會去他老婆家 一個是清明節 第二個就是過年 大年初二的時候 那他怎麼辦呢 那像大年初二的時候 那個媳婦就是要 回去自己的婆家 我朋友就開車 把他送到他們家 那個村口 因為他們是南投人 村口把他太太放 人就走 這樣子 就是不進去 因為進去的時候 就開始又開始 大家就開始在指著他說 這個 好像對我們家有沒有 好像有點不太禮貌 怎麼樣這樣 所以 這樣的情況多久了 十二年 十二年的時候 我這個朋友就每次就是在過年大年初二的時候 把他太太就放到那個村口 連那個村都不進去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親戚 然後就回去 到現在這個狀態是無解的 好 這個我覺得有時候彼此的宗教或者是風俗應該都彼此互相尊重 對 你知道八國聯軍就是因為英國的那個特使來 他們說我們見女王的時候也頂多單腳跪地 來就是不願意雙腳跪地 那你知道中國是天朝自居 清朝的時候 你一定要跪下來 高呼萬歲才可以 他接著來就希望你開港口讓他們做生意 八國聯軍的導火線之一就是這樣來 就彼此都不尊重對方 那這個佩甄的這個前夫說因為家裡要整修 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牌位要簽 這大事 對 然後這個故事要先講前提 就是男生不要幫太太 隨便決定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就是其實他們的老房子屋頂塌掉了 因為太老了 超過一百年 要修 修你祖宗要簽出去 修整老房子其實很複雜 是文化局要申請過 消防局各式各樣的公共安全 估計起來三五年跑不掉 所以祖宗要簽是大事 你也不能說今天在我們這裡 明明年在外面 所以一安就是三五年 要閒在那裡開花 開花 現在最大的那個 不能讓我祖先 顛沛流離 因為安祖也很麻煩 要看你借安祖 老師就賺幾個地方 對 老師現在都賺八九七 對不對 老師很貴 對 就他們兄弟就開花 最大的說我們家沒空間 像剛才老師說的 你放哪裡都不對 老二說我們家也差不多格局 糟糕 老三家住獨棟大別墅 雙車褲那種漂亮的 就是你了 然後老三呢 就是大家說你們家有空間 你們在頂樓 你就等下這個神明廳什麼的 他就答應了 回去叫他媽媽下去 你知道嗎 因為你把祖先請回來 只是你一句話 兄弟會說你很孝順 但是拜誰在拜 還是你媽媽在拜 你看他老婆就變得很緊張 因為他太太是一個 很美麗的貴婦 就是穿著高跟鞋帶 美麗項鍊的貴婦 然後他現在就變成他要去 玩樂 火箭 拜拜 然後拜拜 就是大部分時間都是要拜 然後如果說大的日子 兄弟們都要進來 進來就要看一下 你神明廳維護的怎麼樣 每次只要家族會議 他就會說 我們什麼時候房子可以修好 祖先可以簽回來 各位 我真的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祖先放在我們那裡 我們真的每天都覺得 我們沒有跟他放台好 如果說我發現什麼事情 都是我們不對 他就也講到很明白 對 那為什麼他不覺得 祖先離營到前面 來把那個什麼 如果真的 把保備 如果真的感覺這麼明顯 大家搶著敗了 說真的 我們在侍奉祖先 都不是用那種 我給你雞腿 然後你讓我中樂透的行星 對 我們知道沒那麼好的事情 要自己努力 但是比較害怕是 我自己看到什麼 起 然後他不高興 我們又不知道 然後最後就是出門 就會撞到電線桿之類的 所以後來我們這一輩的 年輕人都會覺得說 我不如就是保持距離 我不要去擺不做不錯 多做多錯 大家都會有這種恐懼感 是 像你現在已經住在臺北了 對 那你們家有新租白了嗎 沒有 南方那邊沒有嗎 他們就是在主廚 他們在臺北沒有 因為我婆婆也是沒有在拜拜的 婆婆也沒有 完全沒有 我媽媽也覺得很神奇 我婆婆是完全沒有 我去他們家的時候 就是完全就是沒有任何拜拜的痕跡 看到婆婆沒有在拜 一直高興起來 就是直接覺得說 這樣子我以後 對 然後他們 叫你以後怎樣 就是我以後應該也可以不用拜 而且他是出一組什麼 完全第七組完全沒有在拜 完全沒有 但是你先生也是婚姻人 對 所以他就是都是在雲林那邊 對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反而是比較奇怪 因為我從小就是受我們家拜拜的 這個習俗 影響 對 影響到 我就會覺得拜祖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可以不拜 然後呢 正常 我自己會覺得 像我老婆 所以我婆婆那裡 你會把他叉回來的家裡拜嗎 就是可以放在 主措 我覺得主措就蠻好 對 連線回答很重要 對 主措 他們都有在看這節目 神明有在聽 對 要跟那個雲林的伯父 我覺得發覺你們那邊非常好 你們真的把祖先侍奉得很好 很感謝 你稱讚的伯父 伯父 伯父 伯母超偉大的 對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是其實是可以不用拜 對 但是我每次 因為我們每次回雲林的時候 我們兩家其實住 開車大概半小時 我就會跟我老公說 我們九九一年 可能才回去個幾次 應該要帶著我們家兩個孩子 回去給祖先看一下 所以我都會主動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 你老公家的祖先還是你家的祖先 沒有 沒有 他們家的祖先 因為我們回去一定是回我娘家 可是我就會覺得 應該要先去他阿伯那邊 因為祖先 夫家那邊 對 夫家的那邊 祖先去給祖先看 那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家 剛好我兒子是他們這一代 因為我老公他們家 人口數沒有那麼多 是唯一的一個男生的孫子 然後我媽媽就會一直跟我說 他是你們 你老公那邊 唯一的男孫 你有空就要常帶他回去拜拜 祖先給祖先看一下 會比較好這樣子 我覺得有可能說我爸媽 想我就會每次回去 我都會主動跟老公說我覺得應該要帶他們回去拜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對 然後我老公也是都會蠻OK的 他就會聽我講 他就會覺得那我們應該也要回去 所以他以前不常回去祖措 娶了我之後 才變得很常 反而常回去祖措 對 反而很常回去祖措 而且其實 台灣好媳婦 福應會到你 其實這個對 福應會到你兒子身上 真的 因為家族裡面 長輩對他就有好印象 這個小孩對小孩就常常來有沒有 對 沒錯 像阿伯就會一直說 就會一直覺得我們家 就是比較孝順 然後就會覺得 有尊重 對對對 就是會覺得說 這樣子其實祖先會比較保佑你們 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雲端的時代 你知道 祖先都有在看 所以美美 結果有一次你帶孩子回家 老公沒回家 對 有一次清明節的時候 我們到分清明節 我們都會回去他們那邊拜拜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老公真的工作很忙 所以他沒有辦法回去 就是我自己開車 載著兩個孩子回去娘家 什麼叫他們 去他們 去 對不起 阿伯 其實我很尊敬 去拜拜李家的祖先 然後就欺負你 我背好痛 你看 他也是 對 我很尊敬李家的祖先 我自己張嘴 你真的喜歡 對 然後因為我們每次回去 都會去李家的祖先那邊拜拜 但是這次 會剪掉啦 會剪掉 但是這次的話呢 我就是只有我自己載兩個孩子回去 我就會覺得 因為我跟阿伯那邊 比較沒有那麼熟 我覺得我自己跟那兩個孫子回去拜拜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別扭 因為我可能不知道跟他們聊什麼 因為平常都是我老公跟他們聊天什麼 對 然後我就想說不要 那因為我們家 剛剛提到 我們家就是很傳統 一定會拜拜的 然後清明節在我們家裡面 又是很大的一個日子 一定要很豐盛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家在拜祖先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好奇嘛 就會想要過去看 然後我爸媽就會開始講 就會叫我弟的孩子 就是說趕快過來拜祖先 因為他們是 因為我姓林 他說拜林家的祖先 然後過去之後 我兒子就會很好奇 因為小孩子看到香 他就會想要拿 他就會想要跟著拜 然後我就跟我兒子說 你不可以拜喔 然後我弟子就在旁邊很納悶看著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正在拜拜 我就在神明廳旁邊 我就說因為我 那女兒票出去了 潑出去的水啊 沒有 我不是在 我是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可以拜 我心裡面覺得 因為我心裡面還是會覺得 我還是林家的子孫這樣子 但是我會覺得欽明姐的時候 我們家孩子姓李嘛 他們應該去拜李家的祖先 但他們沒有去就算了 還在我們家拜林家的祖先 我會覺得我自己心裡面過不去 那一關 自己腦補很多 就覺得說很像會對李家祖先 不尊敬 會不會李家祖先會想說 有一種他的子孫是入罪的感覺 然後我就會覺得不好 所以我就直接在那邊說 因為我覺得他們沒有回去拜李家祖先 在這邊拜林家 我覺得不太好 很恐怖 我剛剛講完了 因為我們家的那個拜拜室 在三樓 然後講完之後 我就帶著我們家小孩說 走走走 下來吃水果 然後我就要走到廚房去切水果 我在拿起我們家 我還記得印象很像 我在切顆拔了 一剖下去的時候 突然間頭暈目眩 站不直的 一直這樣子繞 然後就想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跟我媽說 我突然覺得頭好暈 然後我就去 我媽就叫我趕快躺下來 躺著之後就說 你剛剛有沒有做什麼 我說沒有 我只叫他們不要拜拜什麼 然後我媽自己就覺得不太對 因為他長年這樣拜 他就說拜拜的時候 不能亂講話 你怎麼會突然間 我就說可是我只是 真的覺得這不適合 然後我媽就 因為我站不起來 他就拿著我的一件衣服 叫我弟媳他們拿去公廟 幫我有點像太怕這樣子 然後去那邊問神的時候 神就是有直接講說 因為我在拜的時候亂講話 所以我們家祖先不開心 就有想要處罰我 然後他就有提醒我說 就是他就請我弟媳跟我說 以後拜拜的時候 你可以在心裡想 但是你不可以講出來 對 然後從那件事我就知道原來 這是真的 就是拜拜是有一些禁忌 是真的會 你知道你為什麼後來投音幕線嗎 因為你祖先就給你帶來 你在講什麼 這樣子是 不然你怎麼會投音幕線 對啊 就很誠實 你知道你切八道說 旁邊都是你的祖先 你知道嗎 他們一直在打我 所以結論是可以拜嗎 我不知道 應該是可以 對不對 結論是可以 因為基本上民俗上面是這樣 就是說家出院女兒 其實回來 像有時候我們親民或什麼 他們還是會有可能回來 對 那以前是說 你如果說有些家庭 比較禁忌 不讓他拜 其實是不用的 因為基本上 只要跟祖先講 那因為他一樣是家裡的子孫 但是上香 以前就比較 如果比較稍微有在意的人 就上香可以 就大家一起拜 然後 但是我們以前都是 比如有一位代表把香全部收起來 然後一起擦湯 這樣就不會有 但是第二個就是說 燒金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時候 因為以前是認為說 怕說 不好意思 以前認為說 嫁出去女兒回來 再燒那個的時候 會把家裡的錢分走 所以以前就是說 那就是說你拜可以 但是筋的部分就不燒 就好了 其實我說 從血緣來講 兩邊的血緣你都有嘛 那都是你的祖先 而且外孫還是你的那個 對 你很嚴重的水潑出去就 難怪我就會覺得 我真的越來越失寵了 我爸爸應該都不疼我 因為他感覺我太明顯了 對啊 從血統來講 其實兩邊都是祖先 對不對 尚恩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